幾位很有影響力的美國參議員警告川普總統 單是增派美軍沒有再贏得阿富汗戰爭 他們認為美國外交缺乏關注點令人非常不安 由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·麥可恩率領的國會兩黨議員代表團 星期二在訪問赫布爾時發表了這番評論 同時川普政府準備這個月較後的時間 拿出一個擊敗塔利班死灰復燃的計劃 預計建議當中的新戰略 將會提出增派幾千名美國部隊 從而使在阿富汗部署的美軍達到8600人 幫助處境困難的阿富汗安全部隊擊敗塔利班勢力的崛起 麥可恩在會見了阿富汗領導人之後對記者說 美國需要一個能夠贏得勝利的戰略 地球上最強的國家應該能夠贏得這場衝突 美國正在制定贏得勝利的計劃 他們感到不安的是誠懇地告訴大家 這個戰略到現在還沒有清楚地表達出來 他說阿富汗目前的安全局勢 是他的代表團非常關注的問題 這個代表團的另外三名的參議員 是來自羅德島的民主黨籍參議員謝爾頓·懷特豪斯 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玉倫 和來自喬治亞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戴維柏道 近łość的民主黨籍來說 距離終了